100块钱的神光棒和700块钱的神光棒有啥区别呢? 最近许多国代版的奥特曼变人器备受好评啊 明明定位就是奥特曼玩具 但是很多大人的粉丝也会跑去买 你比如说是我 就还挺奇怪的 这个和自己的小黑棒还不知道 今天要对比的是比它身价贵6倍的大人玩具神光棒 一个100块 一个700块 这俩有啥本质的区别呢? 首先这个国代版的神光棒要小一点 然后全部都是塑料做的 不像U-R版本呢 是有这个金属零件的加成的 然后呢 这个棒子的本体不是圆的 而是一种椭圆 握在手里的感觉呢 是完全不同的 翻到背后呢 这个国代版本有很多外露的这个螺丝孔位啊 看起来非常的有爱观瞻 而且这个电池的仓位呢 也是直接暴露在外面的 而这个U-R版本呢 就藏得非常完美啊 除了按键 基本呢 全身没有什么穿帮的地方 说真的 这个国代版本的黑棒的还原度呢 还是挺高的 从正面呢 光用看的我感觉呢 和U-R版本的颜值 也差不多了 考虑到只要一百块钱 我觉得真的挺值得 另外 还有一个点 国代版本比U-R版本做的甚至还要更好 就是这个双一打开的结构啊 非常的果断清脆 爽得一逼 不像这个U-R呢 松松垮垮的 真的 打开的手感呢 国代简直是可以秒杀U-R 声效方面呢 没有U-R那么豐厚 但其实也挺豐富的 该有的呢 都有了 两个按钮呢 一边是这个电汉的音效 一边是这个国家的教识 比U-R呢 少一个BGM的按钮 当然呢 这个U-R的招牌的动作感应 而国代是没有的 这么一笔呢 国代版的性价比爆高 如果你还没有定这个U-R的黑棒 那么我先认识 这个得了 真的